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土豆去皮切片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烤盘铺上铝箔纸 土豆片铺在上面 淋上橄榄油 送入烤箱烤180度烤20分钟烤熟 土豆片烤好了 放一旁备用 洋葱切碎 土豆腐 入烤箱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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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烤箱烤箱烤 入烤咖 入烤箱烤 入烤箱烤取出烤 наб 中文字幕——YK 腌制肉泥,1汤匙蚝油,1茶匙酱油,1茶匙盐,1茶匙姜粉,1茶匙鸡粉 搅拌均匀 洋葱炒软炒香 下番茄炒出红油 下肉泥炒熟 加一汤匙番茄酱翻炒 炒好的肉末酱放一旁备用 这个肉酱配饭或者拌面条一起吃也很美味哦 烤盘容器铺上烘焙纸 淋上食用油 先铺上一层土豆片 然后均匀铺上一层肉酱 重复同样的步骤 最后一层要是土豆层哦 铺上满满的芝士 可以送入烤箱了 180度烤20分钟左右 烤好了表面金黄色的芝士看了就很有食欲哦 芝士鲜香微脆口,土豆软都好吃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番茄肉末 太美味了 皮肤有色斑的人 皮肤臊氧性疾病,眼部充血,糖尿病患者等 这类人都不是一吃土豆 因为吃土豆会使症状进一步加重 很多人都把土豆当成容易发胖的食物 其实不然 土豆含有淀粉 但是它们的含水量高达七成以上 真正的淀粉含量不过两成 其中还还有能够产生保障感的膳食纤维 所以用它来代替主食不但不容易发胖 还有减肥的效果呢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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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